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通行跑 我们学习第十章 职工薪酬 这一章近三年的考点 16年的时候 非货兵性福利的会计处理 涉及到 我们这一章 一共是五节内容 第一节是职工 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第二节 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第三节 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第四节 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第五节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我们先看第一节 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反正就是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 企业付给职工的报酬 都算职工薪酬 第二节 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这里面涉及到 有货币性短期薪酬 有贷薪缺勤 有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有非货币性福利 这么几项内容 对于短期薪酬确认计量 我们的原则是按 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 这是一个它的原则 比如说 我们看第一个 货币性短期薪酬 那生产工人这块的职工薪酬 就是反映只要是属于 与生产工人有关的 这部分职工薪酬 奖金金贴 补贴按照一定方式提取的一些 都会计辅生产成本 那与车间管理人员 这部分有关的职工薪酬 也同样计制造费用 都是 都往都计 行政管理人员的计 管理费用 销售人员的销售费用 要是搞一些工程建设的 那我们把它记住到 再进工程 要是研发人员的这一部分 没什么好说的 记得研发支出 而代方都是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我们看到应付职工薪酬 它实际上是按照一个 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的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是代薪缺勤 代薪缺勤呢 要分为累积代薪缺勤 和非累积代薪缺勤 这么两类 累积代薪缺勤说的是 如果说本年的年休假 没有休的 应该休十天 结果只休了五天 那五天可以累积到 下一个年度的 叫累积代薪缺勤 当然这种累积呢 不是说可以无限期的累积 所以说我一年 给他少休五天 然后会提前多长时间退休 而不是这个事 一般可能等到下一年代不休就做费了 什么也不给了 当然也不要想 那怎么还有这个事情呢 该休休啊 为什么不休啊 有时是工作不允许啊 你要休了的话 这活没人干 那你说我不管他 我不干了 那不干就得离职啊 走人啊 所以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们现在说的累积代薪缺勤 可以节准到下一期 基本上如果有的话 就是节准到下一期 下期代不休作费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何对这个累积代薪缺勤 进行确认和计量呢 我们这样来想 如果当年 比如说在2019年 我们应该休10天 只是休了5天 那5天还在干活 然后这5天 假如说可以移到下一年 20年 20年我还不会休 一共10天 我可能休不到10天 那你这一部分呢 在19年有这么5天的权利 但是下一年也不会用 因为当年的按休的10天就够了 就不存在着 对这部分权利 在19年确认计量的问题 你有什么好确认计量呢 但是假如说 19年这5天 我在干活 就是没休 可以累积到20年 20年呢 就是说自己本身有10天 可以休15天 如果他真的休了15天了 我们工资照样付 就那5天的工资得给人付 但是那5天 他在20年没干活 不可以把付的钱 寄到20年的成本费用 那只能寄哪 只能寄到我们19年 所以 那再说 如果我们现在19年 5天 有这种权利 我预计在20年 只能用2天 那两天 他休了 他就12天 那两天没干活 但是活是什么时候 干的19年 我当然就要把这钱 寄到19年里去 所以就说 确认计量时 是以累积未行使权利 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比如累积我们权利5天 这5天你预期到底支付多少 不支付我确认计量 那干什么呀 只有真的预期支付了 我才在当期 往成本费用一期呀 知道这个事情 非累积带薪缺勤 那一期是一期的 这一期修10天 那你修了8天 修了6天 不修一样 修超过10天 超过不不给钱 这就正常做就完了 第三是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就是说有的公司 为了鼓励员工好好工作 可能是说 我们实现的利润 如果超过多少了 超过部分 职工可以按照比例7成 比如按照超过部分的2%7成 那这一部分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如果是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是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内容了 那计算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复杂 第四 非货币性福利 比如说 企业要是把自己的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币性福利 发放给职工 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 非货币福利 我们处理时 要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那你说供允价值 没有办法取得到成本机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 第一个 要是以自产产品 或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的 先看 首先 以自产产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当我们决定发放的时候 要按照 生产产品供允价值和增值税合计 来确认总数 当然按照 受益对象 进入到相关的科目里面去 比如说 与生产工人有关的这一部分 进入生产成本 与行政管理人有关的 寄到管理费用等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金额是 售价和增值税合计 所以体现的是一个供应价值计量 当把资产的产品 实际发放时 再做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费额的分路 这样来做 我们确认收入 自然就要截转 已受商品的成本 因此有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 这就是他的处理 16点考题 当时是466 审计项目组 在审计过程中 注意到以下情况 第六个事项 A公司于205年度 将一批自产产品 发放给管理人员 作为员工的福利 A公司按该批产品 账面价值10万元 进入管理费用 就是按照账面价值 给寄进去了 要求1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会计处理 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问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现在说的是 一个会计处理这一块了 然后说第二 判断是否涉及 递严所得税的核算 如果涉及 指出应确认的是 递严所得税资产 还是递严所得税负债 那先要说 会计处理存在不当之处 要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发放给管理人员 作为福利的话 我们当然按照 产品的供应价值 还有相关税费 进入到成本费用里面去了 相关税费主要就涉及到 有增值税的事情 所以是正常要确认收入的呀 我们会计上也确认了 这个时刻 会计跟税法对于这种收入 都是一样的 反正产品也都离开了 给职工发放了 所以它不会涉及 地缘所得税费核算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 以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从外边买的商品 给职工发放的 那购入的时候 借房借记库存商品 进向税要不要进行抵扣 是情况而定 如果说我们购进的商品 大部分对外出售 有一部分给职工发放 你可以先抵扣 抵扣等以后给职工发放时 再做进向税额转出处理 再转出去 带方带银行存款 决定发放非货品福利时 同样是按照授亿对象 借记生产成本等 带方带应付职工薪酬 把外购的商品实际发放了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商品 如果说原来购进时的增值税底了 现在给职工发放不让底 我们应该要做进向税额转出处理 所以带应交税费应交增值费 进向税额转出 这样来处理 如果说原来没有抵扣 那直接就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带昆存商品就完了 外购的商品 作为非货品福利发放给职工 不可以确认收入 我们确认收入的是说 自己生产的这个产品 那你该确认收入去 确认收入去 因为有过自己的加工行为 再看第二 将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或租赁住房等资产 共职工无偿使用 这是共产无偿使用的 先看第一个 将企业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那根据受益对象 给职工用的 就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来进行核算了 借房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积折旧 假如这个房屋 我们没有用 不是给职工使用的话 提折旧就借管理费用 带累积折旧就完了 一旦说给职工用 要求都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来核算 第二呢 将租赁住房等资产 共职工无偿使用 那我们要按照这个受益对象 也是一样的 你租来的 如果说租进来的是 管理部门用的 那你租金这种情况 借管理费用 带其他应付款就完了 如果到期末没付的话 但是呢 给职工的 都是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来核算 这是个原则 所以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呢 再做借应付职工 先后带其他应付款 第三 向职工 提供企业支付了补贴的商品 或服务 那比如说房子 现在有时为了留住职工 或者引人才 从外边买的商品房价格比较高 然后我们卖给职工价格比较低 这个差价由公司来进行负担 那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当然了 就要考虑到一些条款 如果说卖给职工房子了 要求他提供一定的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没到的话呢 这个差价 他就给我们退回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应该把这差价 按照服务期限里面 分期 进入到成本费用里面去了 但是假如说 合同里面就讲了 反正我就是给职工了差价 他不提供服务期限也没关系 因为原来他做的工作太好了 我不给他买这条房子 我心里难受 那你单说 所以差价可能直接就去当期损益了 具体来看第一个 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 规定了职工在购得住房后 至少应该提供的服务年限 那你要把这个差价呢 先反映到长期担担费用 在这个年限里面 按照受益对象去摊销 就可以了 我们的做法 购入时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存款 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 卖低了 实际收到先比这个少 差额反映到长期担担费用 那等到摊销时 同样呢 也是要通过应付职工 薪酬科目核算 这是个原则 对我们摊销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做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长期贷摊费用 体现一个长期贷摊费用的摊销 第二种情况 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 未规定职工 在购得住房后 必须服务的年限 那你这个差额 直接寄到出售住房当期的 成本或费用里面 去就完了 就没有说后续摊销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这个例题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及下属死公司 18年度的财务报表时 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 提出质疑 其中呢 有第三个事项 17年12月20 假公司与实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签订商品方销售合同 如同约定 假公司将自行开发的十套房屋 以每套六百万元的优惠价格 销售给十名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自取得房屋所有权后 必须在假公司工作五年 如果在工作未满五年的情况下离职 需根据服务期限补交款项 18年6月25号 假公司收到十名高级管理人员 支付的款项是六千万 那18年6月30号 假公司与实名高级管理人员 办理完毕上述房屋产权 过户手续 上述房屋成本每套是四百二十万 市场价格每套是八百万 我们会看到 如果说把这个房子往外卖的话 那十套应该卖八千万 但现在卖给职工只收到了六千万 这六千万有条件的 为什么卖低 要求这些人要在假公司工作五年 所以实际上确认的收入数应该要提升一个八千 你往外卖可以卖八千 但是卖给职工的就六千 这个差额应该是以后进行摊销去 我们看说假公司的上述交易会计处理 没有考虑相关税费了 借银行存款带主营业务收入 它只反映了六千 截转成本的每一套四百二一共十套 所以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带开发产品 房地产开发企业吗 用开发产品 这个科目 四千二 要求 判断假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如果假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 假公司二零毛八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份路 那要明确说他会计处理不正确 这个实际上来说 我们卖给职工价格低了 相当于给他的一种补贴 因为我外边可以卖八千万 结果职工只是得到了 我们收了六千万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求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限 所以应该是相当于企业提供了承担补贴的住房 那我们这种情况应该按照他的市场价格确认收入 市场价格和出售给职工的售价的差距到长期单单费用 在职工提供服务的年限内去平均摊销去 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差价是两千万 两千万五年 那每一年应该承担的是四百万 但是我们题目里面 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年度 是在18年6月25号形成的 所以真正的期限 18年6月30号这块 办理完的 所以半年的时间 半年那就应该摊销的是二百 摊销时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信出二百 然后再做借应付职工信出 带长期单单费用二百 这是他的处理 第三节 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离职后福利涉及有设定提损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设定提损计划 这个当然 我们目前应用的是最多的了 设定受益计划的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 当然确实有 应该是在14年的时候 有一个每年的年报分析 就证监会的 说存在问题里面 有一个公司用的是设定受益计划 然后说把人的平均寿命 变成65周岁 这有点开国际玩笑 什么年代了65岁就拉倒了 那不合适 作为问题提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设定提损 也就是说 像独立的基金交存固定费用后 那你企业就不再管了 以后就不管了 退休之后 那都职工自己这些事情了 他比如说按照一定的方式去提取去 那我们公司 这一部分借记管理费用等代金后职工薪酬 比如说提取 然后交给一个机构 下月10号交 等交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期末的时候 借其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其他应付款 然后你等到交的时候 再充填其他应付款 大致了解一下 设定受益计划 但是说的就是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了 设定受益计划 只要是职工退休了 人家这个身体 能活200岁 那你公司也得按照一定的方式 每一年每一年都得付人家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有企业来进行承担 我想呢我们 综合阶段考试呢 肯定大级不会设计 没法出 出完了之后的影响太不好了 那你大致知道一下 就是哪些应该记住当期损益 哪些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就完了 对于设定收益计划的 记住当期损益的金额包括什么 说是服务成本都记当期 服务成本有的是当期服务成本 有的是过去服务成本 我们把它记到当期 结算利得损失记当期 设定收益计划净负债或经资产的利息 这部分的利息 我们不要再分 到底是不是与精算那一部分算限制相关 我不管它 都统一的 记到当期就完了 那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这块包括 与主要是精算吗 精算利得损失 计划资产回报 那我们把利息给扣了 资产上限变动的影响 把利息给扣了 了解下这事情就行 第四节 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辞退福利啊 我们就知道要把它呢 也是一项职工薪酬 反正最后就把它寄到当期损益 寄到管理费用就完了 要想确认这种辞退福利 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进行这种重组的这种辞退 要承担重组义务 那在会有事项准则也会谈这个件事情 有详细证实的重组计划 没有计划不行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重组计划已经对外公告了 这才表明承担重组义务 才可以按照有与重组有关的直接支出 去进行确认 大致是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把它寄到管理费用 如果是属于这部分辞退 福利在12个月内之后要支付的 12个月之内要支付的 不用折现直接寄管理费用 但是假如说 这部分支付的时间超过一年的 那你把未来的那一个要折现 按限制寄管理费用 对于那这部分辞退福利 说那未来可能某一年 每年每年付多少 你说是不是在未来期间 作为费用劣职管理费用劣职不行 我们辞退是现在辞退的都计现在 只是未来付的那一部分时间长要折现 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像这部分实施的职工内部退休的计划 也一样 反正你就本着我们这部分全即当期 你要说内部退休 在他退休之前 每年每年给多少钱 好了把那签给我折现过来 计当期 一次性的寄到管理费用 不说别的 就时间短的12个月内之内付的 直接寄不用折现 超过了一年的折现 第五节呢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计量 这就算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 看完之后 其实如果说在大的综合题里面 出现类似的情况处理起来也好 就好掌握 那甲骨费用线公司 16年发生的与职工薪酬相关的事项录像 先看其他资料啊 我们以前专业阶段考试的一个题目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大学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本题不考虑其他因素 标9 就甲公司16年发生的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事项 逐项说明 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并编程相关会计翻录 我们主要说它的会计处理 分录这一部分呢 我们纵策阶段考试不重要 但你知道也没关系 我们看第一个 4月10日 甲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以本公司自产产品作为奖品 对以车间全体员工 超额完成一季度生产任务进行奖励 每名员工奖励一件产品 该车间的员工总数是200人 其中车间管理人员是30人 一线生产工人170人 发放给员工的本公司产品市场的售价 每件是3000 成本每件1800 4月20 200件产品发放完毕 那这个事项啊 你把他的自己生产产品 给职工发放时通销售啊 我们会计上是按照收入来进行处理啊 那当然作为职工的薪酬了 按照受益对象 生产工人的 那这一部分要进入到生产成本 车间管理人员的进入到制造费用 200人里面有170是生产工人的 呃 每一件是3000 0.3万 然后当然要是还要乘以一加17% 因为是价税合计 把它记住到生产成本 车间管理人员及制造费用 30名 那 这个产品啊 我们是每一件 0.3万 再乘以一加17%呗 10.53 代应或职工薪酬70点 然后呢你实际发放的时候 借应付职工薪酬70.2 确认收入 200件乘以0.360 增值的消息税额 200乘以0.3乘以17% 没问题 截转成本时 因为每一件0.18 因为200件 36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困存商品 这是说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民福利 发放给职工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事项 甲公司共有2000名员工 从16年1月1日起 该公司实行累积 代薪休假制度 规定的每名职工 每年可享受 7个公司日代薪的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 可以向后节转一个年度 超过期限未使用的作费 员工离职时 也不能取得现金支付 16年12月31日 每名职工当年平均 未使用代薪休假为两天 根据过去的经验 并预期该经验将继续适用 甲公司预计17年 有1800名员工 将享受不超过7天的代薪休假 剩余200名员工 每人将平均享受8.5天的休假 那8.5天啊 每天就是 实际上就超过了1.5天 因为当年是有7天 该200名员工中 有150名为销售部门人员 50名是总部管理人员 那甲公司 平均每名员工 每个工作日的工资是400块钱 甲公司职工 年休假以后期限转法为基础 既有关休假 首先从当年可享受的权利中扣除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说要把累积未行使权利预期支付的金额来进行计量 在16年后进行确论 我们整个的一共是多少呢 两天 但是预期只有一部分人可用一天半 所以预期支付的一天半只有多少人用 说有150名销售人员 不是全用的 乘以150 每人工作400 然后你换藏成万的话是9万块钱 那把它呢 记录到销售费用 还有总部管理人员 也不是全部 只有50人 估计会用 每个人呢是一天半 那乘以50 一天的工作400块钱 换藏成万元3万 那叫做享受的权利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所以最后借记管理费用3 管理人员的销售费用9 待应付职工薪酬12 我们再看第三个事项 甲公司正在开发丙研发项目 16年其发生项目研发人员工资是200万元 其中呢 自16年1月1日 研发开始至6月3日期间 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120万元 属于费用化支出 7月1日至11月30日 研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 研发人员工资80万 属于资本化支出 有关工资以银行存款支付 那这个研发人员的工资 如果是费用化的 寄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里去 资本化的寄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里面去 当然不管哪一个都要确认 应付职工薪酬 那你实际支付是在去减少呗 所以会有借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告诉的 120万 那那个期间 都是进行研究的 120万 这是应该费用化的 80万资本化 寄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带应付职工薪酬 那费用化这部分期末 转到管理费用 报表上在研发费用项目里面 来反映 而这部分研发支出 资本化的形成无形资产了 那你反映到无形资产里面去 所以借记无形资产 带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寸可200万 他这是他的处理 我们看第四 16年12月20日 甲公司董事会 做出决议 你关闭设在 某一地区的一分公司 并对该分公司员工进行补偿 方案为 对于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提前离开公司的员工 给予一次性离职补偿30万 他签给30万一次性给了 另外呢 自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 给予退休后补偿 涉及员工80人 那每人30万元的一次性补偿 2400万 以于12月26日支付 每月1000元的退休后补偿 将于17年1月1日起 陆续发放 根据精算结果 甲公司估计该补偿义务的 限制1200万 那我们当然要知道 这种辞退福利 一定都是寄到辞退福利的当期 不是说后面付往后面寄 后面人都不知道哪去 你寄什么呀 也没有提过服务 什么时间发生的 就什么时间寄 那你现在的寄当期 以后的要算限值 这限值会直接给 因为他也没有说 说到底这个退休多少年 给了多少年 然后再去 给折迁系数 没有 那会告诉我们结果 这样的第四个事项 甲公司养员工 支付每日30万元的补偿款 那是磁配福利 就是发生时 把他寄当期损益 那员工在达到退休年龄 后支付的补偿款 你虽然在退休后支付 但是也是我们现在的辞退福利 也是于发生时 把他寄当期损益 只不过要算限值 那借房借记管理费用 三千六 代应付职工薪酬 三千六 两千四 加上一千二 那我们现在 复掉的两千四 那当期的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代应酬 存在两千四 都记当期 这个概念我们要注意 比如考试是 他没有记当期 说是把那些 想算以后分期 分期 确认为分盈 那不行 我们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